同時中國也公布了今年的軍事預算 高達是台幣大約五點八兆 比起去年增加了百分之六點八 而且超過了台灣今年 國防預算十五倍 美軍一架RC-135S偵察機 傳出五號飛進黃海海域超過五個小時 一次蒐集解放軍的電子訊號資料 及彈道目標 即使被美國視為外交政策 八大優先事項之一 中國還是頻頻派出解放軍 在沿海軍事演習 對鄰國及美國秀肌肉 日前跟和印度在邊境發生零星武裝衝突 而中國也在五號公布解放軍 今年度的軍事預算 國防支出高達人民幣 一兆三千五百五十三億元 大約新臺幣五點八兆 比去年增加百分之六點八 看起來沒有受到疫情影響 和臺灣二零二一年軍事預算 三千六百六十八億元 比起來相差大約十五點八倍 專家也表示兩岸經濟體規模差距懸殊 除了民眾力挺國軍 臺灣也必須建立量少值金的國防武力 避免和中國在軍費項目陷入競爭 華視新聞已經高城市學張淑明 台北報導